監視器畫面看到銀色轎車在內線停下紅燈了 但是外線另一輛也是銀色的轎車 卻衝了過去還開歪 撞上了一名機車騎士和路邊的車輛 撞到店家的柱子才停下來 救護車到場 車上包括駕駛四個人 還有被撞的機車騎士 總共五人送醫 29歲的女騎士綠燈剛起步被撞倒 手腳擦挫傷 轎車駕駛李姓男子載著三名女性友人 四個人也都是擦挫傷 車禍發生在彰化市中山路跟中山路口 被撞的店家 柱子裝潢被撞壞 大馬路都紅燈了 還這樣開 實在誇張 駕駛一字精神不計 車上乘客也沒發現 他沒注意到已經紅燈 闖紅燈通過路口還偏離車道 撞機車 撞汽車 撞壞眼鏡行 店家的店面兩柱跟裝潢被撞壞 情勢受傷 被撞的機車汽車受損 駕駛得負 造勢責任 闖紅燈 先收一張1800-5400的紅燈 TBS新聞 陳志仲無數評 彰化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